《非利门书》四节到二十一节 我必有偿还 这是保罗亲笔写的 并对你说 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 兄弟啊 主要你在主里 我写信给你 深信你必顺从 知道你要过于我所受 阿们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父恳求你恩待怜悯 你用真理的道建立了教会 也求主你继续用你的道和你的灵 借着恩典的爱 抚养 喂养 扶持 兼顾你的教会 使你每一个饥渴的心灵 你的儿女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真正从你的话语里面 得到光照 得到医治 得到自由 得到建立 更好的在这个地上 过一个朝圣的生活 过一个不断的向着神 为着神而活的生活 过一个容神 逃你喜悦的生活 愿主亲自祝福一下时间 与我们同在 完全焦土仰望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过去呢 过去呢我们讲了罗马书 也讲了立位祭的五个祭 那重点我们谈到了 其实都谈到了福音和生活 福音是我们生活的基础 原动力和根基啊 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所排列的那个顺序一样 先讲福音里的恩典 然后就讲我们在基督里 应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侍奉 然后他在礼福所书里面也提到了 这种侍奉是不仅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是与我们已经蒙昭的恩相称 然后我们又谈到了五季当中 其实也是讲福音和生活 我只不过用了礼拜 像罗马书里面礼拜生活 侍奉都是同一个单词 整个生活就是礼拜 所以立位记里面谈到了 每一个记都讲了当时的礼 然后也象征或者预表了基督 基督的人格 基督的职份 基督的代书的工作 以及代出来的果效 如何使罪人与上帝和好这样的事情 对于今天来说 我们可能读五季的时候 感觉到有些神秘好奇 但是也有困惑的时候 其实希伯来书以及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综合来看的话 五季里面就简单的 一个是福音 我们如何与上帝好 持续在福音里面 然后上帝为了让我们与他保持这种生命的交通 他也考虑到我们这些盟约的百姓像 召到西乃山下与他们立约之后 他们也会还会犯罪嘛 所以就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与他复合的这个道路 五季里面讲到了整个基督救赎 神人与之间如何持续关系 所以一方面讲到福音 另一方面我们如何献上礼拜 所以那个礼拜献祭就不能随便 虽然说当有人想礼拜献祭的时候 然后他就提出了这种规范性的原则 应该献什么样的祭物应该怎么献等等 然后有中宝有祭物牺牲 为他赎罪他才能赎罪 所以你看从番祭也好 从宿祭也好 从平安祭也好 从赎前祭赎罪祭赎前祭也好 其实都讲到了方方面面 我们持续在基督里面与上帝和好的那种生活 基于上帝给我们的启示 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 我们持续的与他相交 剩下来的这几周里面 我想跟大家谈 就是更具体点 测重于虽然也是原理一样 基于恩典的生活 那就更多的我们可能会谈到一些具体的 基督徒的伦理 今天我们读的这个菲利门书 其实是在圣经里面常常被人忽视的一卷书 而且很多人也怀疑他的正典性就像雅各书一样 甚至宗教改革家路德他也认为 这个雅各书是草木和街的一个书信 为什么 跟他主张的这个因心诚意是冲突的 路德说绝对 诚意是不在乎行为 但是雅各却说 没有行为是不能诚意的 所以在这里面像雅各书一样 菲利门书也是常常被在正典当中受忽视 甚至受质疑的 菲利门书里面似乎也没有讲到什么重要的 像罗马书啊 加拉太书啊 这样的教义性非常重要的书信 那为什么它是正典里面呢 其实我们仔细读的时候 里面虽然没有谈到很多深奥的 什么基督教的核心的真理 但是他却讲到了那个福音的能力 如何在人具体的生命和人际关系当中产生的这个果效 实际上他就讲到福音的果子 菲利门书的意义就是体现出这种福音的能力 那菲利门书他有这样的几个结构 大体分四个部分 第一个一节到三节讲到了问候 保罗的一般书信的格式 然后第二部分也一样 问候之后就是祷告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书信的核心的主体部分 就是保罗求或者是拜托这样的内容 八节到二十二节 最后就是问候不方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那这个书信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事件和背景 首先就是受信人 写信的人 一节上半节说保罗同弟兄提摩泰写信 这里面似乎说到了作者 这个书信的共同的作者 共同的写信人 但是从四节开始到二十五节开始到结束 一直都是以第一人称单数 我来写的 可见这个书信的作者就是保罗 其实如果大家看其他保罗书信也是这样 保罗习惯于写信的时候 同时也带着与他在一起的这样的同工们介绍 好像他们一起写信问候他们一样 所以作者还是保罗书信人 一节下半节到二节说到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菲利门 首先出来菲利门 然后和妹子亚非亚 并与我们同工的 同当兵的亚基布 以及你们家的在你们家的教会 那这里面主要的受信人是个体 后来谈话的内容主题 也是劝个人 所以我们说主要的受信人是菲利门 但是同时这里面又提到妹子亚非亚 学者们认为这是菲利门的妻子 然后后面的同当兵的亚基布是他的儿子 这是学者们猜测而已 然后他也是热心参与传道施工的 以及他们家里面所接待的家庭教会 所以这个书信第一受信人是菲利门 处理后面我们会介绍菲利门和他仆人的关系 但是同时他也希望 毕竟当时的教会也是这样 保罗写的书信一般是在教会里面 或众教会之间传阅 虽然这个是个人性的劝勉 但是他的内容却有公共性的 普遍性的价值 所以他就也问候了他们家里面的这些教会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面受信人和收信人 这里面菲利门 菲利门它是哥罗西城里面的一位富有的基督徒 家里可能有仆人嘛 奴隶 那哥罗西是一座内陆的这个城市 距离以弗所大概116公里 保罗曾经在主后52年到55年 大约三年之久在以弗所宣教传道 那菲利门可能是在那个时期就 透过保罗听了福音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保罗说 连你也欠我的 这个属灵上的恩情 保罗是他的属灵老师 父亲传福音给他又培养他等等 所以有这样的关系 随后他便在哥罗西里面 那个城市里面侍奉基督 讲自己家开放给一些基督徒 做这个定期聚会的聚会场所 就像我们国内 现在和以前有的这种家庭交会 在个人家里面礼拜 没有那种什么犹太人会堂 礼拜堂之类的 那保罗作为老师 菲利门理所当然的就是 自己成为这个属灵上的欠恩情的人 完全保罗其实完全可以吩咐 他一些事情 但是保罗却不愿意强求 而是劝甚至用求他这样的事情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传递书信的人 是推击鼓和阿尼西姆 阿尼西姆也是今天本文里面的 这个中心人物 推击鼓 那这个根据在哪呢 菲利门书以及哥罗西书 伊夫索书 都是大概同一个时期写的 在罗马 据学者推测罗马 被称为狱中书信 然后呢 我们看到哥罗西书四章七节到六节里面 提到了关于我一切的事情 保罗 推击鼓会告诉你们 打发推击鼓 写信给他们 去拜访他们 把信带过去 他是我亲爱的弟兄 是和我一同侍奉主的忠仆 我特意派他去见你们 让你们知道我的近况 并鼓励你们 这次和他同行的还有另一位忠心的弟兄 就一位亲爱的 阿尼西姆 所以很有可能这个书信是由推击鼓和阿尼西姆带过去的 所以顺便打发阿尼西姆回到菲利门身边 那有些事情可能大家已经读了哈 但是我就按这个顺序来介绍一下 那菲利门的主旨是什么呢 主旨就是和好 和睦和好 菲利门与阿尼西姆的关系 就是成为这个书信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除了保罗和菲利门之间和阿尼西姆个人的关系以外 还有就是菲利门与阿尼西姆之间也有这样的特别重要的关系 首先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 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可能奴隶主和奴隶这种关系已经不存在了 韩国和中国都不存在了 在西罗时代 圣经那个时代呢 这个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普遍的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教导很多 就是你们做主人的 你们做仆人的 其实就是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 那个时候社会制度或者社会关系里面 就有这样的关系 那根据我们看到内容里面 就暗藏着 似乎这个奴隶阿尼西姆背叛了自己的主人 逃跑了 据说是跑到罗马嘛 所以遇到了在罗马的这个保罗 保罗他是罗马公民 虽然他是被拘紧了 但是他是相对比较自由的 至于他们中间怎么相遇的 我们不晓得 学者们也有这样那样的推测 但是毕竟是推测 我们也不必要太多追究 总之就在那里相遇了 奇妙的相遇 一个奴隶 背叛赐的主人 跑到这个大城里面 人数众多的 总之也不太好找的 偶然的 在上帝特别的护理下 遇到了使徒保罗 传道 他信了 可能会 也是经过这个保罗的同工们联系 然后结果接触了保罗 信了 福音 然后呢 我们看到他俩的关系 就是从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 变成了主人和背叛者之间的关系 那个关系相当紧张了 在当时自己奴隶怎么会跑呢 一般的情况下不会跑 有几种情况可能会跑 第一种就是这个奴隶要被卖掉 这个奴隶主想不用他卖掉 所以那个奴隶就有一种不安 是吧 第二就是 第二是 他犯了什么错 主人要严厉的惩治他 严厉的惩治他 所以他就是感受到那种 特别不安嘛 所以有逃跑的这种情况 其实有一些这个新元时代的历史资料 也可以看到一些类似的仆人逃跑 纪约里面也有嘛 这个 这个 雅比该吧 他的丈夫拿拔 浴丸 他就说最近有仆人乱处逃跑 然后怎么怎么的 就不给他那个食物嘛 给大卫的和他的仆人不给食物嘛 他就说最近有背叛自己的主人 就言外之意 就骂他们嘛 背叛自己主子到处跑的 然后我怎么的 把我收割的羊毛的那些食物给他们呢 这种跑的情况是有的 总之呢 他跑到罗马 然后遇到保罗 然后信主了 所以保罗就在这里面 劝菲利门 他打发这个阿尼西姆 回到自己主人面前 保罗是他是懂规矩的人 虽然他在里面 这个刚才大家读的时候也听了 他虽然我可以把他留在身边 但是我觉得留下来又勉强 毕竟是你的财产嘛 你的努力 你跑过来了 这个关系都不正常嘛 我可以留下 按理说 但是我觉得还是打发他 免得留下来替你照顾我 你又是勉强的 所以先把他打回去 你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所以这样的观想跑来了 然后听过 听这个奴隶和阿尼西姆之间 这个阿尼西姆和菲利门之间的关系 保罗就决定把他打发回去 恢复这个关系 所以他不愿留 虽然他在留在自己的身边 对于保罗那个时候身体状况也不太好 然后对自己是有益的 然后他但是他还是不决定打发他回去 所以在这里面我看打发到回去之前 他就烧一封信给他 让他去接纳他 毕竟背叛的嘛 背叛跑出去回来 不太好好收拾 打折他一条腿或者怎么样 严厉的请接他 这个例子如果不处理好 家里其他奴隶都想着造反了 这是正常的情况 但是保罗却写信让他接纳他 所以大概就这样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看到到底菲利门有没有接纳阿尼西姆呢 没有史料可查 但是一般的学者都推论是接纳了 不然的话这个菲利门书留在这就很尴尬了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透过这个书 主要谈一个和好的主题 那在这里保罗劝勉的时候 其实里面藏着有一种 福音的果效如何改变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样的内容 刚才我们谈到奴隶主和奴隶 奴隶背叛奴隶主这种紧张张力的时候 但是因着福音的缘故 那个奴隶听了福音之后 他自己的生命身份就发生了变化 保罗在这里面说到 在我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 在推荐介绍阿尼西姆的时候 他说到我在捆锁当中 在蹲监狱的时候 在拘谨的时候 所生的用福音所生的阿尼西姆 原来只是个奴隶 在社会上可能就是奴隶主的 没有自由人嘛 他不自由 他是奴隶主的一种会喘息 会喘息的工具 或者是动物 跟家里养了一头牛一样 就同样的一个工具嘛 那保罗却介绍他 这个人呢 是因着福音 我用福音生的儿子一样 这个完全是破除了那种奴隶 在人类社会当中 在当时的社会当中 最底层没有尊严 没有地位的这种光景 因着福音 这个人就成了新造的人 成为后面保罗说是亲爱的弟兄 哇这个了不得 保罗在当时社会上也 虽然他身为被求的人 但是他是自由人 他是罗马公民 所以官长对待 他也不给他完全什么上枷锁 他相对的可以自由的去 跟外部人接触 甚至给他供应一定的条件等等 然后阿尼西姆因着信主 保罗称他为弟兄 亲爱的弟兄 这是福音的能力 福音首先改变了一个人 纵然他外在奴隶的身份 但是他却成为了一个新的身份 成为上帝的儿女 成为亲爱的弟兄 那不仅如此 我们看到他与别人的关系 也发生变化了 发生变化了 保罗之所以鼓励他回去 其实就是让菲利门肯定这个事实 保罗尚且承认他是亲爱的弟兄 更何况菲利门 让他承认这个曾经属于自己财产的 又背叛自己的这个奴隶 逮到他一定要好好收拾他 或者整死他的这样的 损毁我颜面 甚至学者们认为他可能也走的时候偷了自己的钱财 所以保罗说如果他欠你什么 我就偿还算在我头上 所以学者说可能是不止跑了 跑了还偷了一些钱财物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奴隶主心里的这个尊严 颜面和愤怒是理所当然的 那保罗在这里面非常智慧委婉的去劝他 一方面谨慎的不要触及到当时的社会制度 又考虑到贝利门的那个地位 所以他宁可用劝 我自己现在居间里面这样的老人家 虽然你欠我很多 但是我宁可求你拜托你接纳他 接纳介绍他的时候 介绍他是亲爱的弟兄 而且甚至曾经对你没有义 这个安尼西姆的名字 可能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义处 没有义处的意思 原来对你没有义处 偷了你的东西背叛了你 让你觉得尊严 颜面没有保留住 很受颜面受损失 自己家的奴隶跑了 你很生气 但是现在对我是有义的 为什么 他可以替你替我在我身边去照顾 在传道的事情对我帮助很大 相信对你也一定是有义处的 曾经没有义处如今是有义处 曾经是失去他 暂时的 但是如今你必永远得着他 不再是个奴隶 而是亲爱的弟兄 完全身份发生了变化 所以保罗在提醒 在鼓励他 因着福音的缘故 一个奴隶变成亲爱的弟兄 其实在背后也是第一 化敌为友 保罗在鼓励他 你不要再恨他了 不要再想着这个惩罚他 他现在已经变成弟兄了 变成基督徒了 接纳他就当于接纳我了 这是化解他的愤怒 化解他俩之间的仇恨 促进他俩的和好 不仅化敌为友 而且鼓励他 要成为亲爱的弟兄 这也的确是事实 都是主内的一个信一位基督的 然后更进一步的说 不但如此成为亲爱的同工 这个不太明显 并你在我旁边服侍我 和我一起同工 这已经在把它作为 不光是一个弟兄介绍 作为一个同工来介绍 所以这是保罗对贝利门的劝勉 然后就把这样的信带给他 加上问候祷告 加上后面的问案 然后烧给他 带给让他们读 其实透过这个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无论是保罗也好 基督也好 在圣经里面 当然那个时代 他们没有触及社会结构的改变 改变奴隶制度 什么等等 反对什么一些男尊女卑的这样的制度 没有 这种男尊女卑不仅是受基督教影响 还有很多的是这个人文主义方面的 启蒙运动 这个起到的影响 中国也一样 有的人认为 基督教推进的这个奴隶改革 有一方面 但是那个时期 基督教之所以 开始重视奴隶的时候 甚至美国一开始 英国一开始 也没有重视奴隶的问题 是在社会上 这个启蒙运动 开始抬头的时候 从16世纪 17 18世纪末 开始渐渐的 开始促进了这种 奴隶改革 美国甚至这个 到新纳路的时候 也不是因为这个奴隶的问题 发生很多的冲突和战争吗 其实严格来说 那个时候文化当中 已经有了这样的抬头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那个时期 包括我们的主 他们没有尝试做 什么制度的改革 保罗并没有 并没有对现有的 社会体制和结构做出改革 反而教导奴隶 要尊重自己的主人 或者是教导自己的 这个作为奴隶主的 要善待自己的仆人 对待的态度要变 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到七节说 你们做仆人的 就是做奴隶的意思 要惧怕战精 用诚实的心 从心里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好像从听从基督一般 关系还是奴隶主和奴隶 态度变了 认识变了 不再是那个惧怕 不再是这个 单单是奴隶主 是像侍奉基督一样 在自己的那个身份里面 角色里面 不要只在眼前 这个做眼前的事情 背后从内心当中 像服侍基督一样 做基督的仆人 在奴隶的身份上 做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 好像侍奉主 不像服侍人 提摩太后 前书六章一节到二节也说 反过来对奴隶 你们做仆人的 要全心尊敬 尊重你们自己的主人 像免得上帝的名字 和我们的教导 被人亵渎 做奴隶的 做主人的 如果你的主人是基督徒 那你做奴隶的 不可因为他是同信 同为信徒 同是弟兄 你就轻看他 反正我们教会的弟兄 然后就轻看他 不 那种秩序 在公司里 在社会上的地位 位置 秩序 没有变啊 没有因为我们 都是一个教会里面的 就像我们过去 中国教会 有一些很多 不信的基督徒 去攻击教会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借口 就是你们教会里面 没有伦理 没有道德 为什么 这个爷爷 三代人在教会里面 爷爷 爸爸 儿子 然后都互相叫弟兄 叫自己爷爷 老弟兄 我们教会内部人 大家能理解 属灵的 这个很 但是有的时候 太属灵 那个一般的秩序 别让人造成误会 垂直的关系 耶稣没有什么孙子 上帝没有孙子 都是儿子 长子是耶稣 其他教会地位 都是儿子 但是在社会 这个人与人层面 我们尽量还是 注意嘛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属灵的 完全抹杀了 文化当中 社会当中 那个秩序 把自己爸爸 也叫弟兄 然后夫妻两个 姐妹弟兄就那么地了 孩子也是把妈妈叫姐妹 把爸爸叫弟兄 这个就有点乱了 所以容易造人误解 什么意思呢 不会因为是弟兄姐妹的缘故 好吧 你既然是弟兄 那我就藐视你了 你就不是我老板了 不 社会地位还是那样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 重点是叫仆人 对待主人的时候 主人对待仆人的时候 他没有改变他们的位置 地位 社会的结构 而是改变他们的态度 以前残暴的奴隶主 对待自己奴隶主 就像对待生孔一样 别那样了 把他看作人 把他看作一个弟兄 然后因为你自己上面也有主 你对待你的下面这个职员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对待他 你要想到你上面也有主 然后仆人对待主人 对待自己奴隶主 对待自己老板 也是想到就像侍奉基督一样 从心里面甘心乐意的 不是单单因为惧怕或者是威胁 然后表面上 他来的看的时候我就热心做 然后不在的时候我就偷懒 不是那样 从心里 不只是在人前 所以你发现教导的那种伦理 他没有改变外在的体制 但是他就是改变我们这个人的意识 我应该以怎样的意识 去处理这样的人际关系 基督也是如此 基督并没有搞什么像摩西那样的 当然摩西的重点是 上帝呼召他把以色列本来带出来 这是神的吩咐嘛 从外在的这种形式的 埃及的统治下出来 做独立的自由的 进入到神所应许的地 去侍奉神敬拜神 那基督没有像犹太人所期待那样 像摩西一样带领以色列百姓 脱离当时的 罗马的统治 基督也服在那种不公义的 甚至腐败的政权的裁判下 比拉多叛他的时候 他就服在那里 遵守那个秩序 他没打破 打破现有的制度 但是他从心顺服 从心里面顺服主 顺服上帝的旨意 父的旨意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种社会关系当中 为什么强调 这个什么所谓的公平啊等等 很重要的根基就是 当大家认识到 意识到 同一位上帝面前这个概念 当阿尼西姆也好 当菲利门也好 他意识到了 原本我们外在的身份 我是奴隶主 他是我的奴隶 这两者之间 两个人之间 我们同样在 同一位上帝面前 示例的时候 同做上帝的儿女的时候 这个关系 就不一样了 这是意识当中 首先意识到的问题 这种意识 如果没有意识到 没有认识到的话 行动 态度是不可能改变的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两口子 或者是恋人 相处的时候 彼此误解的时候 想到对方这么对不起我 其实哪是对不起你啊 趁着你不在的时候 可能又找别的男孩 亲密交流 不是 见到初中同学亲了 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 一心之间吸引 就是纯粹的友谊嘛 曾经的这个初中同学 高中学 大学同学嘛 见了那个朋友 当然亲了 然后你就觉得猜啊 这个编故事啊 好像他俩之间 曾经什么有什么 你就天花乐阵的 想了很多 我的意识里面 已经对他有了 这样的错误认识 我的情感 我的行动态度 就跟着变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行为变之前 意识先变 认识先变 他能够 保罗在鼓励他去接纳 他的前提是提到了 他也成为福音里面的 一个亲爱的弟兄了 都在上帝的面前 都在基督里 这里面三次提到了 靠基督 为基督 在基督里 所有人际关系的根本 就是在上帝面前 在基督里 因着基督的缘故 靠着基督 也是为着基督 人际关系发生变化 这个意识上 认识上 首先变化 在同一位上帝面前 相同的人类 透过特殊的启示 透过福音 我们知道 原来人不是高级动物 原来奴隶主 不一定是我存在上就 他是神的那样的存在 我是一个像动物性的存在 所以我像印度那种不同的种族级别 中国也有什么男尊女辈 是吧 其实当意识到同样一位上帝造我们 同一位救主救我们 我们就意识到 人从其本质来说 尊严来说 因为都是具有神的形象 因此我们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这种概念 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平等 不是启蒙运动带来的那种人人平等的概念 我们是基于上帝 在上帝面前的时候 人人平等这个概念 而且不仅如此 上帝和我们人之间设定的关系 父子关系 夫妻关系 君王和百姓的关系 包括当时的奴隶主制度 所以保罗也好 基督也好 没有斥责奴隶制度的腐败性 这是人类堕落之后 堕落状态下 不完全的制度 奴隶制度当然有残忍 什么辱莫人权 是奴隶主对待 奴隶这种非人格对待那种情况 像当动物对待 当然不公平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制度里面 任何无秩序 任何的不完全的制度 也比无制度强 就像加尔文的神学里面 也是谈到 那种无政府的状态是最恐怖的 所以他一方面 反对那种所谓的绝对化的民主 老百姓取来反弃 造反 所谓的上大街造反 搞民主运动那种 另一方面他也反对 另一个极端 就是独裁暴政 所以地上的制度是不完全的 但是重要的是 当一个人信了福音以后 他不是改变那种制度 而是怎么呢 他们在那种制度里面 他对待人的态度和关系处理就不一样了 所以弟兄姊妹 在今天这个本文里面 那个曾经是非力门的奴隶 家谱也好 奴隶也好 工具也好 当他们被 当他遭到背叛的时候 保罗劝他去接纳他的时候 就提到了 其实就是福音 曾经保罗传福音给非力门一样 如今福音又传给这个阿尼西姆 他俩就同在福音里 在基督里 为着基督 靠着基督 都成为亲爱的弟兄 甚至是同工 所以保罗尊重非力门的立场 我不知道你的决定怎么样 我也相信你必照着我所期待的 甚至超过我 让我心里得到赏 赏 愉快 快乐 所以保罗对他是 有很多称赞 前面说他的信心和爱心 对众圣徒的信心 对基督的爱等等 对基督的信心和爱心 以及对圣徒的这样的过程 鼓励他 而且你的信心显出功效来 其实前面是鼓励他 肯定了他信仰的真实性和敬虔性 同时也在温柔的去 为着让他能够 很好地去接纳这个仆人 去饶恕他 接纳他作为弟兄 做铺垫 所以这个核心就是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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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和解 这个紧张的关系 这种关系 是不是在信主之后 是信主之前 信主 阿尼西姆信主之前 这个背叛了这些主人 甚至可能偷了他的东西 信主之后怎么办 对付这个残留下来的过犯 保罗就打发他回去 与你的 现在是弟兄 以前是主人 这个关系 虽然他这个关系还在 悲乏地逃跑了 去与他和好 至于以后的关系 怎么样 不知道 但是要和好 所以福音其实就是处理和好的问题 福音处理我们人和神之间和好 耶稣基督来 成为和平之子 将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 背叛上帝的人 解决罪的问题 这也是立位记我们讲到的 当我冒犯神的时候 如何恢复与神之间的和好 必须有牺牲 献祭 有中保 基督就是来做这个 是我们这些得罪神的人 罪恶过犯都跪在他头上 是我们重新在基督里 靠着基督被上帝接纳 上帝不再愤怒 反而是息怒 而且和好 而且还接纳我们 让我们做他的儿女 那当安尼西姆他信了主以后 他可能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是不是 他曾经的过犯 那这个怎么办 因着我们个体与上帝之间的 这个关系的恢复 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要恢复 这是信主前的留下的历史问题 他们要重新合复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像罗马书后半部分 14章等等 是信主了教会内部的问题 哥林多教会里有分裂 误解等等 也要寻求这种和好 所以呢我就针对这个 具体的教会群体当中的应用 我简单提了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 我们信主之前都有堕落的本性 所以这种本性很自然 我们都是骄傲的本性 我们的小名就叫骄傲 然后那个大名叫自我忠心 每个人都这样 表现的这个明显不明显 骨子里面都一样的 这是所有堕落人的本性 然后我们这种本性 必然会产生一种 不同程度的这种秩序的破坏 因着我里面的堕落的本性 和自我中心 一定会和人和某种制度 产生反叛仇恨 秩序的破坏 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 他俩之间关系 结婚前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犯罪后 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 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 前面是感恩 后面是抱怨 对不对 然后看待女人 前面是哇 你是我眼中最美丽 世界上最宝贵 然后犯罪后 那个女人 态度眼光完全不一样了 犯罪以前 自己的身体是完美的 犯罪后 看见自己赤裸的身体 觉得羞耻了 罪对我们这种 这种关系 这种秩序 产生很多的破坏 当然和神之间的惧怕 躲避神 愚蠢到那种程度 躲进草丛里 树壳里面 就可以躲避神的眼目了 人们对这个上帝的认识 就开始转变了 那种罪的破坏 所以堕落的本性 人的骄傲 自我本性 这种破坏 是必然的 程度的问题 但是福音呢 乃是要恢复 所以我们有说是 再创造 新造 第一次创造 因着罪的缘故 破坏了 所以这个基督来 第二亚当 末后的亚当 他实行再创造恢复 同时呢 我们的意识也发生了变化 这种意识 不管是对自己 有了新的认识 对上帝有了意识 同时这种意识 也是水平之间 也发生了变化 人与人之间 以前是我们之间 任何人 都是我的威胁者 竞争者 那个曾经伤害我的人 现在变成了 都是按照神形象 样式被造的 那教会里的人 就是变成 亲爱的弟兄姐妹了 所以这种意识 发生变化 然后带来的是 人与人之间 秩序上的恢复 先我这个人 与上帝和睦 对我自己 对神的意识 发生了变化 同时也进入到 这个与上帝 正常的交通里面 领受他的恩典 然后我们就开始 意识上 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发生了问题 变化 形成新的关系 让我们重新在基督里 与上帝和好 不再是那种敌对的关系 我们曾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因着顺从空中掌权者的行李 心理与神为敌 因着恶行心理与神为敌 对不对 因着基督的缘故 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 所以跪下来 主啊 我错了 我是个罪人 开始告白 承认自己错了 我冒犯你了 然后基督的血遮盖我们 圣灵的平安 赦罪的平安赐给我们 我们与上帝和好 开始在教会里面 哈利利亚感恩礼拜了 对不对 关系是与上帝之间 垂直的关系恢复了 然后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 成为上帝的儿女 不再是罪人 在新的关系里 领受了这个新的生命 可以与基督联合 在圣参 在礼拜 在圣礼当中 持续的享受 与上帝的这个交通 然后恢复这种秩序 地上的教会 就是向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之前我也跟大家讲了 从婚姻举例子来说 婚姻 为什么有很多人离婚 冲动结婚 什么父母这个 强 这个逼婚 这个倒也有 但大部分都是自由恋爱 大部分 结婚之前的时候 我爱你 这个海枯湿烂的 我愿意 你无论有病没病 我都愿意 是吧 那个歧视嘛 为什么结了婚以后 过了几年 甚至有的人怀着 孕大着肚子 就被丈夫抛弃了呢 结婚之后 离婚的时候 都说对方不好 对方这么地 这么地 因为对方怎么这么地 为什么这样 第一个 是很多人不知道 婚姻里面的原理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第二 又算有人知道 问题出在哪 没能力去克服 人没有力量 那基督教里面 可以克服 可能性 是第一 我们知道 上帝设立的婚姻的原理 在知识上 某种指导 光有知识也白扯 第二 有力量 就是上帝给我们恩典 能够活出 一般自然人 无法活出的那种 饶恕对方 接纳对方 攻克起身 第三 那基督徒为什么也离婚呢 第一是不明白 第二是不愿意顺从 很多的时候 又回到原来那个 我堕落的本性 我的骄傲 我的自我忠心 我主张我自己 我就不愿意低头 我就不愿意舍己 凡救了自己的 就失了自己 凡为我的名 舍了自己 凡来救自己 基督让我们舍己 是在顺从当中 一定会带着牺牲的 抛弃自己曾经的这个 见解啊 立场啊 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律法告诉我们 我们要完全 像复完全一样 但是实际上我们 即便信了主也 无能嘛 也软弱嘛 力量不够 怎么办 律法不单告诉我们方向 还告诉我们 像奥古斯丁所说的 应该求什么 主啊 你所命令的 求你赐给我 是吧 你所愿的 你命令我 命令我 求你将你命令赐给我 不单告诉我们方向 还让我们去洗主啊 我真的 你的命令是好的 我虽然知道这个命令是对的 但是我里面有一种 这个不愿意 没办法 或者是那些仇恨的记忆 没有办法胜过 怎么的 需要主的恩典 我是软弱的 求主给我力量 去克服 教会其实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成长 福音的能力就在于此 福音不仅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消息 一个原理 福音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新的秩序和能力 换句话说就恩典 让我们能够活出原本 单凭我们自己无法活出那个生活 所以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会争吵 国内教会也好 大家曾经在的教会也好 可能你不了解教会 觉得教会 就像我刚信主的时候 教会实际上都是人与人之间这种自私的利用 所有的关系都跟利益有关 好吧 教会总算找了一个纯净土 来教会一定是这个纯粹的彼此相爱 然后做信徒的时候 做了传道人以后 发现这个背后公信 然后教会伤心 想离开教会 后来别人劝不要离开 不要教会都这样 等自己再过一段时间明白 其实教会就这样 一些不完全的人 不是成品聚在一起 是半成品聚在一起 然后向着那个完全去成长的过程 所以这里面当然会有摩擦 大家一块做礼拜无所谓 但是一块做着某件事情的时候 意见观念 谁的意见被牧师采纳了 谁的被大家采纳了 谁的被拒绝了 那个内心当中能够克服那种被拒绝感 克服那种没面子等等自尊心 这个不容易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聚集在一起 过成圣的过程当中 这个不断的面对福音 需要在破裂的关系当中寻求横目 所以福音的大能 不仅改变个人与神的关系 也能改变我们个人的生命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张力 像阿尼西姆和贝利门一样 被受伤被伤害的这个贝利门 地位高的贝利门 他去接纳这个背叛自己的阿尼西姆 这本身是需要福音的真理 和福音的恩典 福音的大能 我们在今后的人生当中也是这样 一定会遇到这个关系紧张破裂的时候 特别是自己的婚姻 然后甚至闺蜜 但是求主怜悯我们 使我们这个破裂的人际关系当中 如何攻克己身 叫声复合的同时 让我们这个关系不断的 破裂的关系重新得以恢复 这是今天这个文文里面主要谈到的这个和好 OK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有的时候我们在某种处境里面是否走不出来 眼睛里面看的都是黑暗 我们那个我们的本性里面无论是受伤也好 等等我们也不愿意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 所谓伤害我们的人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处在这种状态当中 心里面也没有平安 但圣灵不断的光照和提醒我们 让我们去和解和饶恕 所以感谢上帝 祂是和平的君和平的主 祂来修复因着罪带来的这个割裂 我们自己与自己与神与人的割裂 求主怜悯让福音的能力 今天继续在我们个人的信仰和生活当中发挥功效 使我们寻求这个和解之后 让我们内心当中重新恢复 那个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天父这个时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来帮助和联眠 我们堕落的本性里面 有自我为中心 有这个败坏的本性 我们的骄傲 甚至人际关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紧张 但是主无论怎么样 就像你亲自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让世人与自己和好一样 既然福音为我们做成 基督为我们流血 让我们能够平息了上帝的愤怒 使我们在圣灵的感召下 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 重新回到上帝面前与上帝和好 被劫难为成为上帝的儿女 上帝你的恩典继续在我们里面感动感化 使我们印证你的爱 愿意顺服你的旨意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你愿意顺从 虽然这个愿意顺从的过程当中 需要更多的舍己 主啊 让我们的思想不断地与你的话语一致 更新我们 使我们能够在人际关系当中 也能够出现紧张和破裂的时候 也不断地在你的帮助下能够重新修好 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 将来有一些弟兄姐妹 可能是将来会遇到各样的紧张 婚姻当中 亲朋关系 但是主你帮助我们如何 靠着福音的能力 能够指导我们的思想的同时 也给我们力量去顺从福音 活出这种和平和睦的生活 求主亲自恩待我们 离开主的恩典 我们身边做不了 我愿主亲自在我们身上 彰显你的丰盛的恩典和荣耀 借着教会在地上 彰显你的荣耀 求主恩待你自己的百姓 完全教徒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Osman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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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os 跟 孟 Ой 可以 Chri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